这过来去了 我是比较喜欢搬搭界的 陪连力量 我跟我陪连上过打队练 下午接单 泰拳很恐怖的 很血腥的 我被动的时候 眼看我都赢不了了 但是当还有一句话的时候 中国加油 你不能等 玩命的贫 我是李飞 现在是一名搬家小哥 也是运动员 这个声唱吧 你用这个声吧 立起来说我在这边 走 好 好 立手吧 最重的 双开美的 历史冰箱 和那个石墨红墨家具 特别练力量 那个手 都是绷紧的 我类似了 但是我把它当成一种训练 这个能练到什么东西 我们接触一些搏击的人 特别打中文格斗 在工历上干过活的 或干过苦力的 别看瘦 那个劲率确实挺大 他跟那个健身房 练的力量还真不一样 在武术上说叫筋骨力 上楼爬楼梯这种 搬东西起 比如我们打MMI抱摔 或抱着别人 就不是这种不好东西 你这样吧 对不对 我从小是练习 传统武术展 我上大学 那时候寒假吧 我来北极 抱着学习态度 接受到了泰拳 我就打比赛吧 中间受伤了 耽误了三年吧 职业移动员 学业实际上 每年都是很重要 你不进步的话 这个体系也得进步 然后很多人也得进步 你就被淘汰了 然后浪费时间多 我就想快点 泰国的腿好 就去那边去训练 你训练也不能不打吧 打了才能提高 我对我说真的打败 连续六场全部Q 把普吉岛最大的一个 全场的尖销电台 我打比赛的时候 很多时候 别人不知道我们赢的 然后特别是我被动的时候 眼看我都赢不了了 也没体能了 但是听到 当还有一句话的时候 中国加油 你不能等 当时能够记车上来 感觉不到他们 就真是拼了 那赢了之后 站在这边啊 我来自中国 我爸身体不好 住院住了好多次 我弟哭着给我打的电话 肚子整个起了个包 然后他本身也有慢性病 像糖尿病 脑梗 对 六八年年底 我就回来了 我当时当教练 干的坚持 全职我干不了 我随时要走 可能要回家或干嘛的 大多数会员在晚上上课 白天你时间就很闲 有一次上课回家 正好看到一个半战小哥 我就给他聊两句 干着还可以吗 还行 一单还挣了一百多块钱 那我一想就是 闲着也是闲着板 干嘛 然后这个也能正好练地点 那我给我那个陪天 上过大队练 下午 接担 多的时候以前干三担 也干过通宵 只要是闲着不训练 谁也能还过来 只要有担我已经进 当教练也好 训练也好 干工作也好 我的训练一直没停 我一直在进 当时我不是连拜 被人家揍得退下来的 我不甘心 我连胜的状态 就是都是跨级比较紧 最后两场都是80多 到了第二场是84 不要重十几公斤 接近30斤的行动 我打一样不够Q 你肯定不甘心 拿了第一条金腰带 我还想第二条 我的梦想就是 把泰拳的腰带都拿下来 文武第一 武第二 人活在世上 都能做出点什么事情吗